兄弟们兄弟们 万万没有想到 现在苹果手机又又又降价了 为什么小样又说两个又呢 因为去年11月份已经暴跌过一轮了 而今年开年才一个月 行情再次遭遇滑铁路 像这个15因为降价再次冲上热搜 昨天我看了一下某补贴的一个价格 全新的15-128G只要4500左右了 可以说资源机看了都落泪 卡贴看了都得心碎 当然苦的也是我们这些二手手机贩子了 但是条价对于消费者来说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终于又可以花小钱办大事了 像今天这一批刚到的13系列的一个机型 可以说把buff都叠满了 来先来看一下这个13PM 256G卡贴的 电池都是88 89的纯元的 甚至有一些的话是90往上的 橙色的话基本上是量级居多 目前这种好橙色高电池的机器 在咱们家的话是36997 当然如果说你是个手机能手 又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话 像这种小花橙色的还可以再少两百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是小内存 128G的13PM也是卡贴版本的机器 相比小羊到的这批存货 要跌了差不多两张左右 目前我们批量来的成本是3250 大部分的话都是量级层次的 小羊加上配件跑腿成本 报价的话是3399 也就两到三台的样子 今天我直接当做福利出 把它干到3199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了 但是这个卡贴机器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你要有一点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 如果说你们也要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话 可以多多关注小量